按下開燈時 電燈開啟 按下關燈時 電燈關閉 自動焦花系統 我們透過土壤濕度感測器 檢測土壤的濕度 由於我們要展示出土壤濕度的高低 我們先放入水中 以代表濕度過高不需攪水 把土壤濕度感測器插入濕度極低的土壤中 讓它感應到濕度過低 會自動焦花 並且讓位通知訊息 這是我們的空氣品質檢測器 這是我們的空氣品質檢測器 我們拿點燃的箱 讓家中的空氣品質不良 破壞家中的空氣品質 不良時 空氣靜音機會開啟 改善家中的空氣品質 這個功能我們也可以拿來應用在火災上 當發生火災 感應到煙霧過多 家中泥漫著煙霧 監測器等會監測環境極為糟糕時 判定的發生火災 會自動開始灑水器 來撲滅火勢 當空氣品質的濕度下降時 我們的空氣靜音機會進行關閉 這個是我們的溫室感測器 我們拿沾過水的衛生紙去擦拭它 讓它感應到濕度過高 當濕度過高時 我們賴慧通知訊息 並且我們的抽空機會開啟 改善我們家中的浴室環境濕度 當浴室環境濕度過低時 我們會自動關閉抽空機 並且我們拉會通知訊息 這張是有被忌妒於資料庫內的優惠卡 這張是沒有被忌妒於資料庫內的優惠卡 它的特徵是下面有破洞 我們拿沒有被忌妒於資料庫內的優惠卡進行感應 感應時悶鎖把開啟 並且發出警視聲 再來我們拿有記錄於資料庫內的優惠卡進行感應 感應時門鎖開啟 並且我們Line會通知訊息 再來我們使用Line進行開鎖 我們點選Line全欄上的開門鍵 門外開啟 並且我們Line會通知訊息 我們輸入1234 開啟管理員功能 管理員功能有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身份管理 Line UID管理 還有卡號管理 我們先新增一位使用者 名字叫做哥哥 會出現一個新增成功的圖示 再來我們幫哥哥配一張門禁卡 我們到卡號管理的地方 按下新增卡號 由於我們是要幫哥哥配一張門禁卡 所以我這邊先輸一次哥哥 再來我們拿一張優惠卡進行感應 快出現新增成功的音效 並且這張優惠卡就可以作為使用 我們再改按一次 門鎖就會開啟 然後再改按一次 門鎖 2個部分 油增成功 可以再改按一次 門鎖 2個部分 一張好 門鎖 4個部分 4個部分 3個部分 3個部分 4個部分